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Omg 怎么办 我遇上了恐怖情人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在现场非常亲切 但是交往之后 阴阳凉面 我跟你讲我没有自己的手机 我要上厕所 你去上 但你手机必须放在我看到的地方 去跟朋友打麻将 多坐下来一点 冲出去甩门走 大概四线道的快车道 他直接往路中间冲 哇 阿姐 他跟这个女毒虫交往了之后 阿姐 这个女毒虫竟然 跟了另外一个女性 揉揉抱抱 出去还牵手 慎怒之下 自己去制作了一个 杀人凶器 哇 猛渣 跟个抱头 对 一共砸了61下的样子 他整个头是烂 恐怖女友手断残 杀了爱犬 来试锡 这家羊肉炉不要买 这家羊肉炉都没有肉 他女朋友跟他讲说 你这个肉啊 是我们羊的那只狙子 他把狗狗 狗狗主啦 警告他 如果你敢再对我这样子 你的下场就像这只狗一样 欢迎收看《正正有思》 你谈过恋爱吗 谈到那种爱到死去回来 那种感觉吗 大概走过恋爱路的人 都会这个样 但是你可能也很难想像 为什么有时候打开社会新闻 会有那种由爱转恨 甚或恨到爱之欲其生 恨之欲其死的 这样一些情形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怎么样能够避免这些事情 过程当中 又有多曲折离奇一些事 听听看 今天现场所有的来宾 能够告诉你 哪一些亲身的经历 所以力奇 你在网络上号称是 最帅的反派 所以一听到最帅的反派 你就是我们讲的恐怖情人 那是既定影响 我刚刚来自欣怀跟那个 Winni在聊天 就是他 他看到我 他也觉得我是坏人 是不是 就是你 就是专门 有时候你看到这个人第一印象 他在做坏事的时候 你一定会觉得他是个坏人 是 而且你在电视上的剧 你都演反派 演得这么成功 没有 其实没有演 你干嘛 你说这个 浪流离台 你该不会告诉我 你也会碰到恐怖情人吧 当然有啊 我刚出道的时候 刚出道那时候很 那时候还没有演反派 那时候就是 刚出道演一些小角色 然后有一次拍戏 遇到一位前辈 然后就是我觉得他很漂亮 然后在现场就 人非常好很热心 然后又会教我们 什么然后 就对他产生了仰慕之情 然后就开始跟他留电话 然后到最后就交往 他给人的印象就是在现场非常亲切 但是交往之后 其实发现 你知道完全是阴阳两面 嗯 有多阴阳两面 就他在外人面前 他是非常活泼 非常开朗 然后看到人就很开心 跟你打 嘿大家好 然后回到家 你知道完全不一样 然后都不讲话 然后很阴沉 然后就是 我回家以后我太太已经这样讲我了 没有 伴手在外面话 讲那么多回家也不讲话 但谢律师你会 你会严格的控制你太太 就譬如说 你要干嘛 就譬如说 我那时候 我跟你讲 我没有自己的手机 我就是 他连手机都不给你啊 不是不给我 我有手机 但是手机不可以离开 就是我们两个 就我不能 独自带着手机离开 譬如说我要上厕所 你去上 但你手机必须放在 我看到的地方 天哪 然后他 真的啊 他就是有非常严格的控制欲 你是不是有什么前科被他抓到 没有 他会知道你一天24小时的行程 哇 你只要有漏掉一个行程 他都不老 然后他就会生气 而且他那个脾气很可怕的 男女朋友吵架 嗯 照理讲都是 现在不是很多家暴吗 是 男生打女生怎么样 没有 完全相反 你被打 我刚才跟你讲 男女朋友吵架 你就看到是 女生 然后在那边 骂髒话 摔东西 他真的是真摔 譬如说有桌子摔桌子 有电风扇 砸电风扇 然后会过来直接用K的 他是用 他不是用巴掌 他是直接用K的 你知道吗 你有去验商过吗 那时候没有这个观念啊 你知道那时候 那个大概十 十五 十五年前 那时候根本就没有什么家暴 那个什么的 相关的法令 根本 他做过最离谱的 不管是家暴 或是监控 所有这些 对你来说你觉得最离谱的是什么事 自残 他自残到什么程度 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 有一次 我早上六点通告 然后他那一天突然佛心来 说要做早餐给我吃 我五点半起床 然后 我要出门很赶 他说 我再帮你煎蛋快好了 我说等你弄好我来不及了 但是这时候我突然就听到 然后 一堆脏话 然后我就赶快冲到厨房去 他被煎蛋的油喷到 我已经迟到了 来不及 然后我还要先安抚他 回来你知道 整天他都没有忘记这件事 他说就开始提了 早上我被油破倒怎么样 那我拍完戏我也很累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 因为自己很累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去 take care 别人 然后 就 因为这种事情 然后就吵 然后吵到他说你 你不爱我 旁边有那个镜子你知道 他一拳 过去 镜子睡了 他手上都写 然后他再把那个玻璃捡起来 然后这样 然后就 你不爱我 我就死给你 他就跟我讲 你如果这么不爱我 那我干脆死了算了 我就看 我就看到他这样搁怎么办呢 打电话叫救护车 他手上后来我才发现 你知道吗 不止一到八 我今天戴这个手表 我刚才 后来我才发现 就是他割完那一次 我才就是 有仔细看过 原来他的 大概有那么粗 他的割完的那种伤痕 大概就跟我表带一样 大概这么粗 那我们可不可以偷偷问一下 那时候你是不是住在台北市大安区 我忘了 所以你可能采访过 你开始 好 如果你结束以后告诉我是谁 我不要 不要这样 我还想活 拜托 到现在还有这样的意义 我觉得他就是告诉你 我要死给你看 他会当着你的面 然后就是 我死给你看 他就是要做给你看 他不是真的要死 他就要做给你看 可是你知道吗 很夸张就是好 我们真的一点鸡毛蒜皮的小事 就是好 去跟朋友打麻将 可能爱打 多打 多打 多坐下来一点 不高兴 冲出去甩门走 那我怎么办 立马追 追什么样 我朋友他们家出去 经过巷子出去之后 大概四线道的快车道 高速公路下来 车都这样 他直接往路中间冲 这时候你就要站在路边 我 那时候我 没有 你不要开玩笑 我必须说像前一阵子 不是有一个新闻 在高速公路 然后就是有人在高速公路 也是发生这样 然后情绪一来 有人就直接冲出去 实际上真的有冲出去 结果就发生悲剧了 是真的这样 就人一 情绪一失控的时候 你真的不知道他干什么 可是我也不可能 就眼睁睁看着他 不把他拉回来 就死拖活拖 我都把他这样拖回来 那当然就一路就被闪大灯 按喇叭 然后反正人就还好拖回来 就在路边 你知道他会跟你搞很久 然后他又会 又被打 又被打 然后又跟你搞很久 后来你知道救护车来 然后他还很清醒的 就告诉你 我没有受伤 我不要上救护车 嗯 嗯 对不对 而且我告诉你们 这个人叫丁力奇 你们写他 就把他爆出来 不是 这个 你想想看 不管丁力奇在一幕上面 演反派演的多成功 或什么这些 但在现实生活里面 其实蛮惨的 你碰到这样的人 当你发现这个人 然后你觉得 离也不是 然后在一起也不是 他是最惨的一个状况 而这些状况 一路下来 对人的生活 工作什么 一定都有很大的影响 我问你 你看像这样的事情 你知道他怎么办 他工作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然后每天提心吊胆的 真的这样子 其实我们在临床上 会遇到很多像这样子 殷勤不定 情绪起伏很大 大家每次讲到恐怖 两个字 都会先想到反射性 想到男性 但是其实像他刚刚那种描述 我们称为 低危险高债犯 他没事自伤 然后让你心生恐惧 你这样用这种情绪勒索的方式 把你绑住旁边 这种女性就会 真的会比较多一点点 那我这地方分享一个 还是比较常见恐怖情的男性 那他们用什么方法 其实一般来讲 我这地方分享是一个 法律系的学生 他们会懂得法律 所以他绝对 他绝对他的那种状况 不是说打你的 看不见的 这样子 有一个女孩子 她本身因为在北部 那她长得真的是很漂亮 然后那个时候还曾经得过 全国的一个音乐大奖 这样子 那为了自己要学习独立 家里的独生女 为了要学习独立 她刻意在考大学的时候 就考到中南部 也如其上了国立 一个中南部 一个国立大学的相关法律学系 那当然进来的时候 不一定是校花 但细花绝对是的 结果就引起很多 他一些学长 还有他同学的追求 其中有一个学长 他本身已经是考过律师 但是在念博士班 然后在学校也当助教这样子 那没事呢 他在上课的时候呢 他就会坐在那女孩子的后面 他助教嘛 坐在那女孩子的后面 没事就用笔抠一抠她 抠一抠她的背 让那女孩子心里面 从心里面开始痒起来 你知道吗 从后面抠一抠背心里就会痒 你们不知道 感觉毛毛的 这边都没有女生 今天晚上回应该对我老婆是这样 不是 但是咬你这个大概没有用 真的 真的 可是女孩子不会觉得很烦吗 那你就要看这个男生 男生如果是帅哥就接受 不是帅哥就是骚扰 就如果丁丽琪在后面 他就会觉得心痒痒的 如果是蔡志雄在后面 把你们一巴掌就回去了 这样子喔 差很多 差很多 你们都不是女生都不知道 标准我们心中有一条线 那那个时候正好有一部电影 叫那一年我们一起追的 他感觉上他自己就是女主角了 因为男主角有一个动作是这样 从这个开始以后 他们两个真的就越走越近 该一些什么送花等等 这些 这个法律系的 而且已经是律师学长 没有错过任何每一天 他真的就陷下去 然后之后他们两个就住在一起了 住在一起有一次 开始发生问题 就是那个女孩子发现 他学长用信用卡刷了一笔 而且是用女生的信用卡 刷了一笔 买了一套女生的内衣裤 这样子 老公英勇失机 竟是恐怖情人的前兆 这个太太回来之后 看她的手机 一通一通要跟她交代 先生照上面的电话码 打电话回去 double check 这个太太来找我 就主张说她先生有控制法 还拿给我一张证物 有去做那个 那我读那个报导的内容 就说那个春节的火车人太多了 他买了车票竟然上不了那个车 那个男生就很生气 跑去火车头 跳到铁轨上面 我买票了上不了车 你要让我上车 不然这台火车都不准动 这个男生就是后来的老公 好 她坐在一起有一次开始发生问题 就是那个女孩子发现她学长 用信用卡刷了一笔 而且是用女生的信用卡 刷了一笔 买了一套女生的内衣裤 这样子 买内衣裤就算了 她会觉得说送给我 但后来又不是 所以她就开始质问这件事情 学长就说 其实我刷你信用卡 我是要买给另外那个女生 让那个女生她先穿穿看 她的这个质感好不好 这样子 质感好不好 如果她觉得很好 然后呢 我自然就会再买一套你的尺寸 等一下 你说她考过律师了 其实训了女孩子 她考过律师了 男生考过律师 你觉得考过律师的人 会讲出这么蠢的话吗 应该是不会的 不是嘛 女生在恋爱中就脑残 她是跟那个 她信啊 她其实她就不太信 她那个时候女生就讲说 可是我觉得这样子很奇怪 以后你不要做这种事情 真的你知道在恋爱中的话 你知道这种很鬼扯的这种事情 她都会相信 结果从那一天开始以后 他们每次在做亲密关系的时候 那男生就是用一些比较暴力的 这种行为 那甚至去咬她这样子 那咬她以后 有一次真的把她的 某一个部分咬伤 送急诊室 然后他们两个一起去急诊室 在急诊室里面 我们就开始先进行一些缝合这样子 咬到要缝合啊 爱死了 真的会想要把它吃进去 这不奇怪啦 可是你知道吗 他们两个都是相关法律 而且男生还是律师这样子 后来结果呢 然后就看到那男生 真的就当场下跪 一直跟她对不起 然后那女生心就软了 觉得那这样反正只咬一口而已 这样子 然后她本来是说要提告 后来她又不愿意提告了 因为这好像是属于什么 她就告诉她 对 这样子 她之后呢 她又不走法律途径 可是她就越想越怪 然后每一次呢 只要他们两个有点意见不合 那男生就很喜欢玩 智习性的性爱 智习性的性爱 然后把她头套住要干嘛 那女生就觉得说 为什么每一次呢 我们在亲密关系发生的时候 都好像要签生死状 要写遗书的感觉 不知道哪一天呢 玩出过头楼 所以人命就没有 她开始那时候她已经大事 她在想着说 那以后呢 就要再搬回台北搬回家这样子 那后来回到家以后 她就跟那个男生呢 其实呢 慢慢两个就减少来往 可是呢 她的学长呢 只要呢 一来到台北 她说她 那个时候她已经也博士班毕业 她只要一来到台北 她就去找这个女生 之后呢 连续几次呢 然后打了电话又不讲话 然后可是在隔天的时候 那女孩子出去 你一定会看到那学长 在远远的地方呢 然后跟她说哈啰 因为那时候她们 在曾经有一些暴力冲突的时候 那女生好像曾经有在说什么 去跟检察官讲说 要叫她离几百公尺吧 是这样子 类似她申请家暴 对 申请保护令这样子 对 所以那个男律师真的呢 她确实有做到 但没事就跟她这样鬼笑一下 那也很恐怖 那女孩子心里面就心生恐惧 可是刚才讲到里面有很多 但是有很多一些跟相关 包括小琪其實那种状况 也可以申请家暴的保护令 都可以 因为那个女生等于有那个 控制狂 对 我也遇过一个类似的 你不需要这时候运势网 为了面子 一定要说自己也碰过 这种恐怖情况 我遇过一个类似的案例 我们也知道不能是当事人 然后那一对夫妻 他们在念书的时候 就互相认识了 女生是读商科的 男生是读建筑系 毕业之后 女生就进银行工作 男生就是考建筑师执照 跟我们律师一样 女生进了银行不错 每年很努力工作 就变成是主管 女生的成就不错 薪水也很高 变成男生每年考建筑师 都考不上 过了几年之后 那个男生心里就很自卑 他们结婚之后 这个男生就很害怕说 我没这么厉害 然后职位那么高 钱又赚那么多 就很担心害怕 后来你知道吗 比立齐更恐怖 太太回来之后看她的手机 然后有打电话的记录 然后一通一通要跟她交代 这一通手机是打给谁的 然后今天跟她聊什么事情 那太太交代完之后还不够 先生照上面的电话码 打电话回去 double check 我今天我太太 有没有跟你聊什么什么 真的这样子 很可怕的事情 就是手机都要检查跟确认 那太太难免当到这个主管 有时候要那个应酬 有一天去应酬 回来比较晚 就是有一个男的业界的朋友 开着那个BMW 载她回来 结果那个男生在准备 那个建筑师的考试 就看到楼下 太太怎么从一台BMW走下来 那这个男生是谁 结果太太下来之后 那个男生开了车就跑掉了 那这个 人家就是开走了 人家就被人家跑掉 顺路 顺路上回来就开车走了 那这个老公你知道吗 他就很激动 这个人是谁 为什么跟我太太同一台车 他就骑了自己的摩托车 就要追上那一台汽车 结果在马路上一直追逐追逐 结果那个汽车遇到红灯 当然就停下来 这个老公太激动了 一路就追过去 竟然就 所以后来那个现场是 摩托车 押在一台汽车的车顶上面这样 那问完清楚说 你是谁 为什么载我太太回家 没有啊 我们只是业界的同事 今天在同一个应酬的场合 想说跟你太太 顺路就送她回去而已 所以这个太太来找我就主张说 她现在有控制皇 那时候很特别 还拿给我一张证物 什么证物 那个证物就是 有去做那个 户背的报纸 那我读那个报道的内容 就说有一对男女 就是春节要回乡 结果他们买了那个车票 结果买了车票竟然 那个春节的火车人太多了 他买了车票竟然上不了那个车 那个男生就很生气 跑去火车头 跳到铁轨上面 我买票了上不了车 你要让我上车 不然这台火车都不准动 他去挡火车头 挡火车头 这个是违反铁路法会处罢 大家不要学 是 结果台铁人来协调说 终于一男一女都上了火车 这个男生就是后来的老公 女生就是之前的女朋友 后来被害太 那我就想说 那个太太就跟我讲说 蔡律师我跟你说 我老公不是只有婚后有控制狂 婚前个性就很不正常 你看那个报纸都有报导 竟然一个人敢去挡火车 我只是很疑问说 这个已经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 你会把报纸 户辈应该是当做一个很生气 是 那个时候他一定不觉得他不正常 好勇 他一定觉得这个男人 超人 没有人敢做这个事 为爱挡火车 那把他户辈之后 这个是婚前很甜蜜的行为 结果婚后发生这个婚姻的问题之后 这一张户辈的报纸就变成是 法律上面的证据 离婚的证据了 对 那法官后来调查 他确实有检查手机 然后有确认太太各项的行踪 所以就判准离婚了 这也是一个控制狂的案例 其实如果像这些的话 光火车的这件事有铁路法的问题 对 然后就算你挡一般的车子 可能有强制罪的问题 那都会有 可是刚才讲的那种 都是只要爱上了 然后再分手 我就说爱之欲其身 恨之欲其死 那过程根本不会管你这些 所以都会出现很多 旁人觉得匪夷所思的一些的例子 可是高警官 在办案的过程当中 一定看过很多恐怖情人 是的 我在民国86年 我在文山二分局刑事组的时候 我有一个同事 跟我学长 我们同一小队 那他有一个堂弟 大约一个礼拜 会来我们分局三次左右 那我们分局在景美夜市对面 那我们就会带他去景美夜市那边 吃吃饭喝喝小酒 那有 因为他的弟弟大约1867公分 很帅 非常帅 那我不晓得他当什么职业 那民国86年 离现在大约20来年 那是行动电话 拿那个黑金刚就算不错了 那当然 那当时时空背景 他的环境 条件各方面都不错 但我不晓得他做什么工作 因为是同事的弟弟 那来我们就纯粹 哈拉 他会变魔术 然后会喊全 什么都会很厉害 那我们就觉得说 这家伙怎么什么都会 调节又很好 那有一天他来跟我们吃饭的时候 他说 跟我们蛮远 他说我女朋友 他最近怪怪的 那他哥哥就是我同事 那我就说怎么怪 他说有一天 我回去家里之后 我要吃 他说他买了一包羊肉炉给我吃 那我吃一次我就跟他讲说 这一家羊肉炉不要买了 这一家羊肉炉都没有肉 那他也狗 狗给煮啦 警察爱上女毒贩 却因劈腿痛下毒手 他跟这个女毒虫交往之后 对 有一天我回去家里之后 我要吃 他说他买了一包羊肉炉给我吃 那我吃一次我就跟他讲说 这一家羊肉炉不要买了 这一家羊肉炉都没有肉 都三比八都跟骨骼 那他女朋友跟他讲说 这一家羊肉炉这个肉 是我们养的那只Gigi 他把狗给煮啦 他把养一只马尔基斯 然后这个男生劈腿 然后他的女朋友 就把那个马尔基斯宰了 放在羊肉炉那个汤里面 連羊肉一起煮给他吃 他听到之后就很害怕 他就跟我们聊天就跟我们讲 我跟我同事说 你赶快离开他越远越好 马上回去就赶快离开他 那一天晚上之后我就没见过他了 我同事他就打行动电话 好未开机 打他的呼叫器没有回 大约过了一个多礼拜 我同事都突然有一天 上班巡逻的时候跟我讲 完蛋了 我弟弟可能出状况了 我说不会吧 然后什么好出状况了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他住哪里 也不晓得他女朋友是谁 那我们当时要查这些 电话还蛮好查的 我们就由那个呼叫器 那个通年记录上面 找到一个595的电话 五开头的 那五开头就是在中山区的电话 那结果把他电话的地址一查出来 是在中山区的新生北路二段 那二段我们就火速就赶过去了 过去的时候路上就赶快通报 通报中山分局的当地的派出所下去 通到通报那边的情务中心 那我们到现场的时候 因为他铁门他是那种 一二三四楼的那种公寓 那他在四楼 那铁门就是暗门里面没人回应 那我同事就赶快下去找那个所将 等派出所同仁来 等那个里长来 来到现场的时候 那所将就开门 那开门我就站在第二线 我同事站在第一线 那开门的时候大约开了五六分钟 开了五六分钟 里面突然门打开了 里面那个风 一阵冷气就像我们这边一样冷 我就跟我们就感觉感觉 感觉到温度感觉 你不要拿我们这里比吗 对 所以门自动开了 那里面开了 那一个女生劈头散发 面无血色 那眼睛就 我就看到萌萌的眼睛 他就很无神的 就看着那个所将 那所将吓死了 叫了一声 我听他叫一声 我们也跟着叫一声 不晓得发生什么事 那门突然打开 那风吹出来 那我同事就把他先推进去 推进去 我进去一看 就把那个灯打开 一打开 看到他弟弟躺在那个床上面 穿个内裤 全身赤裸 然后头有一个塑胶袋 黑色垃圾袋那种塑胶袋 整个头包住 然后他弟弟是躺在床上 一半靠在那个墙壁上 那为什么会靠在 很大的塑胶袋 黑色带子 而且带子是鼓起来 有点像气球一样 我们停顿了一下 看到他弟弟那种样子 不像死掉 可是又觉得好像死掉 没多久就听到 黑色带子里面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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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呼吸声 那哒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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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同事说 没死快快快 刚过去就把那个塑胶袋 一扯开 蛆了 蛆了 死很久 蛆在塑胶袋里面 沙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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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袋子都是蛆 吊在牆壁一個鐵釘上面 吊著 然後整個套子都是 那個濕氣 死掉那個濕體那個氣 整個把套子 沖了這樣氣球 那他那個女的 就在那邊傻笑 你看他在傻笑 奇怪 他完全不怕 我通常說你在這邊待多久了 他還笑一下都不理 他沉寂了一段時間 十來十來分鐘 二十幾分鐘 他要開始講 他說他是一個單親媽媽 然後大這個女 男生大男生十一歲十二歲 結弟戀 當然這女生他是離婚之後 在酒家上班 那一天跟朋友去星期五餐廳 認識他弟弟 我後來才知道 原來他弟弟是星期五餐廳的公關 男公關 認識他弟弟之後 他說他在酒家賺的錢 要供養他弟弟 又要供養他自己的孩子 那他弟弟又劈腿 那劈完腿喝了酒又會家暴 又會打他 所以他上一次就把那個狗給宰了 警告他 說如果你敢再對我這樣子 你的下場就像這隻狗一樣 像GG一樣 那他弟弟害怕跟我們講這個事情 我不是說他就沒有來往了 我們就沒聯絡 失聯了 那後來那個女生 還面帶著有點那種笑容 就斜斜的就對了 他說你們要看嗎 我同事說看什麼 他說就走到 慢慢的走到冰箱旁邊 把他冷凍櫃一打開 一個馬爾基斯的頭 小小顆跟拳頭一樣大 他說本來我想頭也一起煮給他吃 但是煮的之後怕他知道 那再後來就說 那你怎麼殺他的 他說因為他那天喝酒回來 還吵得要喝酒 我就在酒裡面 放了安民藥 放了安民藥之後 因為他186七公分 那女生才150幾 我說我也打不過他 但是我很生氣 我就放了安民藥在他酒杯裡面 他昏倒之後 我越想越氣越想越氣 就把我倒垃圾那黑色袋子 本來想說把它套住就好了 本來想說象徵性 給他教訓一下 可是他發現說 悶他那一刮那他覺得 越想越氣 想到他被打的時候 又想到他被劈腿的時候 他說我這麼愛你 老娘這麼愛你 你居然還在背叛我 然後索性就旁邊 就拿了一個鐵絲 把他頭繞了三四圈 然後直接就吊在那個牆壁 那個鐵墊上面勾起來 然後他就不管他就睡著了 他說他有吃 他明天就喝酒他就睡著了 隔一天起來 他就發現他死掉了 他死掉他也沒報案 他說他本來也想死 後來他就在那邊 在那個房間裡面 待了七八天 也沒吃東西 反正七八天也沒吃東西 就是喝水而已 那當下我們看到那個樣子 就很虛弱的感覺 後來檢察官法醫都來驗屍了 驗完屍之後 屍體要裝入屍帶 已經裝入屍帶那一傷了 葬醫師要把屍體要扛出來的時候 他們那個家裡有 日本日式拖鞋有沒有 他把那個拖鞋 拉到那個胸口 他日式拖鞋拿起來 把他鼻子 你在騙我啊 還打 他扎了五六下 你在騙我啊 把那鼻樑整個扎爛掉 在我們面前 我們也想算了 也沒辦法拉他 也沒辦法動他 但是這個案子從頭到尾 我那個同事的弟弟 他後來清查他的所有 童年紀錄 他同時劈腿十七個女生 十七個女生 可是這種當然是非常 極端的一些例子 那過程當中匪夷所思 是這樣 跑社會線這麼久 像這樣的例子應該聽很多 其實像高大哥講的 他還是說我們講 一般人啊 或是說在特種行業 不過我們發覺 其實在所有的社會新聞裡面 只要碰到這個情官的東西 不管你身份職業高低 常常有時候為愛 他就完全沒辦法過了 那我們碰過一個很特殊的 是一個高雄縣警局 副所長那時候也是兩縣一 分處所 副所長警官喔 那他從警大概快三十年了 而且他平常是在做茶器毒品 我們講說派遇所那種專案 那好啦 那他在茶器毒品過程中 我們知道其實在查毒品的時候 會認識很多很多 可能來龍 各方的龍蛇雜褲的人 一大堆 那這個有一次咧 他就抓到這個女毒蟲 逮掉他之後他發覺 姿色不錯 那姿色不錯 可是我們知道抓毒的警察 他常常會有一個特性 他們要養案子 會養線民 所以他想說 這跟我之前抓過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所以他就說 不然這樣 不然你做我的線人 那我們來長期配合 好一開始也OK 兩方配合良好 這女孩子就常常 這個 幫他找了一些小藥頭 然後給他做績效 那這個警官 這個副所長 就常常來給一些錢 給他去買毒品 然後兩個人就這樣 贏貨兩棄 可是喔 久了之後 這個警官他就 開始另有所圖 而且他也慢慢的 對他有那種情愫 就愛上他了 那兩個人就說 那我們就秘密交往 而且這個男警官 他本身已經有家事 有老婆 有小孩 那同事也跟他老婆小孩 都相處得很融洽 他一致都認為他是個好爸爸 但是問題是他跟這個女毒蟲交往之後 好那他那個控制欲望就來了 他也不准這個女毒蟲去跟其他的任何的 不相干的男性來往 而且定期要到租屋處 兩個人的愛的小巢裡面去親密一下 好啦 有一次很奇怪 他發覺他好幾次打電話聯絡不到他 然後他就像剛剛高大哥講 他們那時候去查他的手機 發覺他常常到一個地點去 然後他就跟著去那個地點 看到那個地點之後 他發覺這個女毒蟲竟然 跟了另外一個女性密友 也住在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他是同時的兩個地方住 然後他發覺他跟這個女性密友 摟摟抱抱還出去還牽手 哇他就打在那裡 打在那裡就把這個女毒蟲抓出來問說 你那個人是誰 那你為什麼跟他牽手 為什麼跟他擁抱 那你現在把我演 是把我當做什麼對不對 好啦那女孩子就說 你不高興的話那我們去分手嘛 對我們去分啦 然後那警官就 就盛怒之下 好那你給我試試看 那你最好給我小心一點 當天晚上 他就堵在這個警官 他就自己去製作了一個殺人兇器 是什麼 追求不成引殺機 竟還爆出靈異事件 拒絕她的追求 就在門口堵這個女孩子 開著車直接去衝撞這個女子 抱起來丟到她的後車家 這女的竟然開始在掙扎 拿到她車子裡面的刀子 然後呢就往這個女的身上蒙開 不過這個案子還真的蠻恐怖的 為什麼 對 因為後面她的車子喔 就是放一個後車箱一直開 這台車子其實就是個報廢車了 對 但是有人會看到她 自己還會再打開 對 高興的話那我們去分手嘛 對 好那警官就 就盛怒之下 好那你給我試試看 那你最好給我小心一點 欸 當天晚上 她就堵在這個警官 她就自己去製作了一個殺人凶器 是什麼 很大根的那個嘎嘎 我們講木材出木材四隻四方形 上面盯滿了鐵釘 自己去盯鐵釘 盯滿了鐵釘之後 因為她是警察 她還會去勘察路線 她還蒙面變裝 還戴長髮 穿裙子 然後拿一根長竹竿 然後沿路這樣子走 幹嘛呢 她把沿路把那個監視器剝掉 喔 當天晚上她就 她就帶著她自製的兄弟 躲在這個那個 女孩子住屋處的 然後車道旁邊 一看到女孩子回來 衝上去 用那個釘子 哇 猛渣 整個爆頭 對 一共砸了六十一下的樣子 然後整個頭是爛的 好 那你殺完了這個 你總該落跑吧 對 你總該落跑 她並沒有 另外一個 你那個女性密友 我也要解決掉 所以她又跑到那個 另外那個女性密友 租屋處 假裝說要打電話找 找這個女孩子 說找不到的人 有沒有看到我朋友 結果她女性密友 一打開門 就馬上被她壓進住處 一樣 也是一樣 爆頭 被打了爆頭蠶死 連續就這樣殺了兩個人 那當然後面警方 案子發生 大家都在查 怎麼會發生那麼殘忍的凶案 而且是在鄉下的地方 那他們就一直 調監視器什麼 奇怪 後面有看到隱隱約約一個女孩子 原來是一直擴大掉 但是後面就都看不到人 然後才從其他的毒蟲 口中說得知 這個女生有曾經跟 那個警官 有很密切的往來 所以他們從這個警官身上 著手之後才破了這件案子 所以法網恢恢 就是再怎麼樣的 再怎麼樣的偽裝 即使你是警務人員 對 然後甚至我們之前 還碰過一個 也是律師界的 應該搞不好大家 不是今天不是講警官 就是講律師 但是那個案子是比較 我們是講說 有時候你即使有專業的知識 再有理性 我相信大部分律師 應該都很有理性 然後對 但是我們曾經碰過一個女律師 對 這個案子還滿有名 是愛上一個毒販 那他曾經也被這女毒販 打得亂七八糟 但是他身為律師 他也是深愛著他 但其實後續我們不知道 但我們知道 他在愛上這個毒販之後 日子並沒有過得太好 對 所以劉律師 在你個人的生活上面 有沒有什麼困擾 我沒有遇到什麼困擾 沒有遇到什麼困擾 那就好 可是辦的案子裡頭 應該有辦過像這樣一些案子嗎 對 我是想跟大家分享 其實我以前曾經在法院工作過 那我在民國90年的時候 然後就在士林地方法院當書記官 然後那時候其實剛開始 也是剛離開學校 然後進到法院的體系去 其實都滿好奇的 那有一天我就遇到了 很多記者圍在這個法院的外面 然後同事們 書記官同事們就告訴我說 今天有一件社會矚目的案件要開庭 那我們就也很好奇 就想說去看看 然後我們就到了一個地方叫做 那這個被告一直念著佛珠 然後頭低低的眼睛都不敢張開 他就是一直念著佛珠 然後後面才到法院去開 我就問同事說 這到底是一個什麼樣的案子 他就說 我們這個同事就跟我講說 其實這個人 今天這個人他是一個淡水的小開 爸爸是一個賤商 這個男生大概20歲左右 那因為爸爸就很溺愛他 也給他一台賓士車 然後他就開著賓士 到處去把妹 那有一天他就看到在淡水地區 有一個小姐她就很漂亮 也是很年輕的女孩子 他就想去追求她 但是這個女孩子其實 早就名花有主了 所以就拒絕她的追求 那她就很不高興 她就覺得什麼 她想要的沒有拿不到 那她就有一次就在門口 堵這個女孩子 那這女孩子就跑不願意讓她追求到 她就去抓這個女生 那女生就跑 男的很生氣 就趕快開著車 直接去衝撞這個女生 結果這個女的就被衝撞 倒在地上昏倒了 那這個男的就把他肚子抱起來 丟到他的後車廂 想說這個我得逞 把你就是好像變成我的一樣 開開開開到這個山上去 想說把後車廂打開 想說女的可能已經死了 沒想到一開 這女的居然開始在掙扎 哇她嚇到說 怎麼女的還沒死 拿到她車子裡面的刀子 然後就往這個女的身上猛砍 大概砍了幾十刀 然後這女的就沒有反應 再開到那個淡水 那邊一個草叢 她想說要氣死 結果一打開 這女的感覺還有呼吸 她就更 更 就是更激動 然後再砍她 結果就砍到這個脖子 幾乎只剩一點點皮而已 然後就真的就沒有反應了 就是死掉這個樣子 她就把她氣死在草叢裡 可是因為她當時候在路上 撞這個女的 其實很多街坊鄰居都有看到 所以其實已經有人報警了 那她把這個人氣死以後 把這個女孩子氣死以後 要離開馬上就被警網追到 說你是不是有把一個女的撞 然後放到你的後車廂 那這個男的才不得不說確實 而且那個屍體 後來也被當地的農夫發現 可是她一開始 就是包括檢察官 包括法官 在問她這些細節的時候 她都是拒絕說明說 這些殺害的過程 都是不願意說的 可是一直到 就我們那時候 在法院工作的時候 她開庭以後 她開始去自己來說明說 我當時候是怎麼殺她的 那我們其實也很好奇說 奇怪她本來都不認罪 都不承認說是她殺的 怎麼突然在法庭上 願意開始去講這些過程 後來我們才知道 就是她關在這個監獄裡 法警跟她聊天 她說 這個女的 她眼睛只要打開 那個女的就會纏著她 這個案子 後來經過七次的 上到最高法院再發回來 死刑定焉 只是現在還沒執行 但她確定是死刑定焉 不過這個案子還真的滿恐怖的 為什麼 因為 不會啦 剛剛劉易時只是講到前面這個 發生的 還有後續 因為我相信這個女的 其實是真的是存在 想要報復 因為後面她的車子 就是發生 後車廂一直開 放在對淡水溫渠那邊的時候 對地下室 真的會一直開 會一直開 都沒有電 就是記者有去採訪 然後還有就是 幫了三年還在開 對被扣押了 然後也沒電了 這台車子其實就是個報廢車了 但是有人會看到她 自己還會再打開 對 所以大家一直覺得 這個女的的魂 應該都還在 可是案子還沒結束的時候 還沒生理結束的時候 那個確實很冤 因為她們嚴格說起來 根本沒有交往 對 不過小五哥 我再分享一個案例 其實那種恐怖車子的 因為大家印象最深刻 就是白小燕民案 陳靜欣 然後跟她老婆張樹貞 那其實這個案子 其實結束了好多年之後 大家也都忘了 陳靜欣 張樹貞 還有她的那個妻舊叫張智輝 那時候大家都是共犯嘛 突然有一天 大概幾年前就有一天 媒體記者就接到一通電話 一個男生的電話 這個男生的電話 他打起來 他就直接跟媒體講 我是 大家你們還記得那個陳靜欣嗎 你們還記得那個陳靜欣的老婆 那個張樹貞 我就是他們弟弟 我叫張智輝 我說 哎唷 你不要創 我告訴你 我台人 你敢相信 陳靜欣 陳靜欣 欣救殺人後自首 詭異舉動 讓人不寒而栗 這個男生的電話 他打起來 他就直接跟媒體講 我說 我是 大家你們還記得那個陳靜欣嗎 你們還記得那個陳靜欣的老婆 那個張樹貞 我就是他們弟弟 我叫張智輝 我說哎唷 你不要創 我告訴你 我台人 你們敢相信 大家想說 這小的 不不不 他那時候在中壢 他說我人在中壢 某某地方 你們如果要看 我真的殺了人的話 你們可以來中壢找我 然後還留下電話號碼 然後還說 先不能通知警察 我先讓你們看 讓你們確定 大家想說這到底是真的還假的 然後我們就問 大家就問他 那你好 你說你是張智輝 那你就講出一些細節 他講得一清二楚 大家就信了 所以大家趕去中壢 那趕去中壢之後 他就在一個社區的小小停車場 我們大家問他 不是說你台人 人在哪裡 來來來 在車上 我們就遠遠看到那個 那車子上面 就躺一個 副駕駛座躺一個人 戴一個口罩 一個帽子這樣 看似一個女性 真的有個人在那邊 不敢去喔 他說 看清楚一點 我真的殺了人 他慢慢這邊走 真的殺了人 人家都叫你們去採訪了 你們還不敢去 不是 這真的很奇怪 因為那個很奇怪 第一次有碰到這種狀況 對 然後有人打去 把跟你說我殺人 還叫你去看 對 然後後面真的逼到眼前一看 然後他把口罩一拿下來 我們看了 真的是一個 真的啊 然後陰謀 冰的 大家想要花花花 真的 繪花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現在是要怎麼樣 他說 欸 你們可以帶我去警察局 偷案嗎 我想說 哇塞 要去哪裡 好啦 那大家想說 刑事局最守去 聯絡刑事局 刑事局還一直跟我們講 你們不要開玩笑 對不對 帶殺人犯來 帶個屍體來這邊 不可以過來 我們說不行 真的 我們已經都親眼看到 欸 小蛋你們開玩笑 不要開到這種地步好不好 這也衰 你知道嗎 我說真的啦 人家就你 我們這裡 好 我們就帶回去 連人帶車 一起押回刑事局 你們啊 不是警察來啊 不不不不 是你們把那個帶過去啊 一起 不不不 因為這個案子是比較特殊 當時是由媒體工作者 媒體的兄弟幫我們 助手帶到刑事局 我要講一個更誇張的 我有一個學長 叫王侯爵 在台北市刑警大隊 那個案子更誇張 對 他在辦公室值班 有一天一個司機 到辦公室 台北市刑警大隊門口 就進去報案 說警察先生 我剛剛殺了一個人 我們那同事 殺殺殺殺 不要吵了 殺了殺一個人 他說真的我剛剛殺了一個人 人在哪裡 在我車上 他一打開 一個頭 一個頭 他把那個頭也砍掉 拿到那個警察局 在我們刑警大隊報案的 真的就是這樣欸 所以王侯爵 後來他三四個月 嚇得半死啊 每天晚上都值班 那個人就把頭拿來給他看 對 這真實的 這個案子 我知道 因為那一件案子的時候 我也要跑行大 結果透明張智慧 這輛兇車 就停在刑事局 因為證物嘛 警方負責保管 就停在刑事局的地下室 說得也奇怪 因為很多警察就聽聞 這種車子會常常發生怪事 所以他們特地檢查還把電瓶卸掉 就怕說遇到這個閃閃發光的事 什麼什麼 卸掉之後 結果半年之後 竟然有刑警要下班的時候 一走到他們門 經過那輛車子 他的門那個燈竟然閃了 然後後車廂也開始啪啪啪啪 開始打開 然後去找專案小組來 你這車是要怎麼處理 帶到處理掉啊 電瓶都拔掉 不會啦 然後又找其他人去看 真的會長耶 所以後面大家就趕快說 不能放在我們刑事局大樓裡面 拖到別的地方去放 拖到哪裡呢 對啊 連警察公無法處理的時候 那怨氣很重 那就只有行天公或是 只有神佛的地方才能證得住 如果真的要這樣講這種的話 因為那個車你沒辦法賣 也不能拍賣 他就是要保管 那不能報廢就直接處理掉了嗎 要等案子結束 就是法院檢察官要希望你警察保管 不管你放在任何地方 但是你要保管完整 那可不可以請那個案子的 法官或檢察官來一下 讓他們家吹酷 法官 你要怕這個 你覺得這個到底該怎麼處理 對 說實話這種就是那個過程 一定是過程有很大一切的緣區 那一定是這個樣子 只是這些超出我們一般的想像當中的範圍 可是利姐 東尼啊 從你剛才一開始 然後到現在發生了這麼多恐怖的事情 沒有沒有沒有 我聽他們講完我覺得 你覺得你OK對不對 我覺得還好 沒有遇到這麼恐怖的 如果是照當時的情形 我要是多跟一個女孩子 多跟兩個女孩子有聯絡 那可能今天那個頭就是我 可是利姐 現在 以前的那個經驗對你現在 不管交朋友或什麼的 會不會有意義 會耶 其實 其實對 對人性會有點懷疑 就譬如說你看到 看到一個特陽光的人 你會有那種陰影浮現 就這個人就是看 看似都很完美 很熱情 很開朗 但是你就會浮現那個陰影 就好像你看到他的陰暗面 就你看到 他給人家其實是一個很陽光 但是你會直接就是 你回憶會覺得 他會不會是個神經病 對啊 對 這就是丁麗齊為什麼現在 他可以充分揣播 到你過程當中 可是還是要給觀眾朋友 一些建議啦 Windy 碰到恐怖情人 給大家簡短的建議 怎麼樣儘快能夠 其實我覺得 第一個我們一定要相信 磁場這件事情 所以你自己本身把身心顧好 你就會吸引到好東西 那再來萬一真的遇到的話 真的你要想要呢 有一個逃生計畫之前 要先準備一個 而且我們曾經就有建議過 什麼叫逃生包 據了我有經驗 對 就是說你要隨時可以走 就走 隨時可以走 而且走的話 不是呢 就是待在台灣 最好先離開台灣一段時間 消失不見 比如說到對岸 或到美國等等這些 但是呢 你千萬不要手癢 到了美國還打卡 讓你的恐怖情人去追到你 對 那再來呢 就是每週一到週五 晚上十點鐘 你就坐到電視機前面 聽小五哥來跟你提醒自己 該有什麼權力怎麼保護 我覺得真的滿重要的這樣子 因為我們常常在去分享這些時候 我們聽起來好像都是社會新聞 但是常常真的呢 你在戀愛當下的時候 你會覺得他跟你很接近的時候 你就要提醒自己 對 你寧可聽一些這些新聞 不要有一天變成新聞的當事人 真的 那個就真的非常悲慘 小七你也有逃生包 我跟你講那個是 逃生包真的不重要 完全不要準備 你不能讓對方發現 不能讓 就是因為其實你要跟他分 他就是指給你看 所以就變成說你只能自己 我跟你講你當時真的是逃難 你知道嗎 默默的今天搬一點東西 到門口那個樓梯間那種 就有點像放垃圾那種地方 今天丟一點 明天丟一點 然後趁他不在 東西快了 跑 關機 回家 就這樣 OK 好 我不知道麗琪剛才也沒有告訴你 到底應該怎麼樣 逃離一個恐怖奇人的方法 可是如果真的有像這樣一個恐怖的人的話 剛剛前面來賓所提供的一些建議 那恐怕要真的好好考慮一下 記住 千萬不要變成社會實驗的當事 現場再次謝謝所有來賓 也非常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正在有吃 我們下集見 拜拜